我们是刚开始是计划 就是那个从北京纪高法到天津二中院 是预计是十天就是走到了 然后但是我们到今天已经走下来 已经走了四十公里了 但是就是这两天我们是整个行程 就是很顺利就是顺利的结束了 也没有我们之前会预测的一些困难 比如说我们会当时会想到 是不是在路途中就会被国宝接回去或者抓回去 但是现在就是很顺利的到达了 但是昨天因为北京嘛 这个气候突然变化下雨加雪 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 我们走在路上手和脸甲都冻得生疼 那手机我想要拍一些视频 然后照片随时公布一些消息 但是手机一拿出来就冻得关机了 但尽管是这样 我们因为人多 大家一起就是说说走走啊 整个行程是非常愉快的 所以我们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走了20公里 就是一天差不多走了 今天就走了20公里 两天下来已经40公里了 我们预计原来预计是一天10公里嘛 所以这个要非常感谢 就是感谢前来就是陆续就是加入陪我们走的朋友们 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包括在网上这么多关注我们 忽悠我们的这些人 因为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行走的这个脚步才更加有力量